疫情解封之後你出國了嗎? 在這個去東京比去墾丁還要划算的年代 桃園機場積滿了大量的人潮 而這邊有個好消息是 第三航廈預計從明年年中開始 就會陸續加入營運的行列囉 第三航廈會先開放的區域 是位於第二航廈北面 第一停機品旁邊的八個新的登機門與登機廊廳 在設計上採用了目前國際上相當流行 面空側方向以大面落地窗處理的設計 隨著雏形已經大致完成 可以想像未來來到第三航廈 從後機開始就能夠開始享受著被飛機環繞的感覺 還有機會同時遠眺跑道上起降的班機 而登機空橋也運用了玻璃帷幕 讓人更加一覽無遺的看到搭乘的飛機 這樣的設計在古月去日本 從明谷屋的中部國際機場入京時就有體驗過 不過可惜當時走的是下飛機的方向 所以也相當期待未來第三航廈正式啟用後 從這邊搭乘飛機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而目前工程已經進入到收尾的階段 規劃在明年下半年的時候 就可以率先啟用新的登機門 至於航廈的本體則預計在2027年啟用 所以說未來將會有兩年左右的時間 使用這些新登機門的旅客 是必須在第二航廈辦理報道跟出入境手續的 至於第三航廈 2027年正式啟用之後 第三跑道計劃還要等到2030年才能夠完工 這中間的時間裡面 現有桃園機場兩個跑道 能夠吃得下第三航廈多出的21個登機門的容量嗎 其實這就跟道路交通很像 馬路之所以會塞車 除了路不過寬或者是車禍 這類擾亂車流的狀況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車位供不應求 比方說現在很多人愛逛的Costco 有些分店到了假日停車場大爆滿 排隊等待入場的車輛 占用車道就可能導致周邊道路跟著被癱瘓 過去內湖店還曾經被台北市交通局 要求禁止在車道上排隊 否則警察就要驅離開罰 而把車道代換成跑道 停車位代換成停機坪 其實就可以想像桃園機場現在面臨的問題 同樣是兩條跑道在運作 香港赤辣角機場有77個帶空橋的停機坪 杜拜機場有88個 倫敦西斯洛機場甚至有到115個 而這些都還不包含到要搭接駁車的遠端停機坪 相比起來桃園機場目前只有38個帶空橋的停機坪 數量差了前面幾座機場一大截 當然也就容易發生塞機的問題 其實在1993年第二航廈新建中的時候 就曾經委外給荷蘭的NACO顧問公司 進行桃園機場發展計畫的修訂工作 要將包含第一航廈在內的登機廊廳 從原先的線狀改為有好幾處突出的紙狀配置 在有限的空間裡面盡量增加帶空橋停機坪的數量 類似於目前洛杉磯機場的配置 然而要做這樣的調整 使用中的跑道跟滑行道位置也必須配合更改 北跑道需要往北移動300公尺 南跑道需要往南移動200公尺 但是這樣的規劃除了土地徵收 跑道也更靠近周邊聚落因此遭到抗議 登機廊廳也就只能維持現狀的配置直到現在 即便後續啟用了15個遠端停機坪來做音域 但是擴充的容量還是有著限制 在原始設計裡面 第一航廈每年只能服務1200萬人次 第二航廈每年只能服務1700萬人次 不過在2012年的時候 桃園機場一年的進出旅客量 就首次突破了2900萬人次 超過設計的容量限制 在2011年跟2018年 兩座航廈陸續改建 但是總容量也只能擴充到3700萬人次而已 而這個數字還是跟不上快速成長的國際往來旅客 以疫情前的2019年來說 旅客量就來到4869萬人次 因此迫切需要新建第三航廈來疏解人潮 其實早在1970年代桃園機場規劃之初 就已經為第三航廈預留好位置 最簡單快速的做法當然就是直接在這塊空地上蓋起新的航廈 然而桃園機場後續在發展上出現了新建第三跑道的需求 往來南北的搬機量也勢必增加 為了提升移動時的效率 南北向的滑行道需要擴充 在東側已經有第一航廈 以及貨運倉儲、維修、消防等設施遍布的狀況下 一滑行道要擴建具有相對的難度 因此選擇了周邊相對空曠的W滑行道為擴建對象 並且將位置由原本的錦鄰第二航廈 一口氣往西挪動740公尺來到華航諾福特飯店旁邊 這樣的調整相當大程度的拓展了航廈區的空間 不只讓第三航廈擁有更大的新建腹地 更規劃仿效國外的機場 在第二跟第三航廈之間打造多功能大樓 未來除了商業使用之外 還有機會成為重要的國際展覽據點 也因此在2011年的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剛要計劃合定之後 W滑行道的遷移工程就陸續展開 必須要先蓋好兩條新的滑行道之後 才能把舊的滑行道拆除 也因此有好幾年的時間 由國道2號進入機場的話 會發現進出的動線經常變動 而這些前置作業告一段落之後 才有辦法接著展開第三航廈的主體工程 讓整體工程必須被拉得更長 不過隨著W滑行道完成遷移 第三航廈北登機廊廳進入收尾階段 目前西巷前往國道2號的動線 已經切換回到永久路行的航站北路上 從上方交錯的高架橋 不難看出未來第三航廈的接送動線 會跟過往第一或第二航廈有所差異 而這正是因為第三航廈的位置 更加靠近主要車流往來的國道2號 為了減少車流交織 因此採用這種立體化的動線處理 其實也很像國外大型機場的設計 當然不只是空中很精彩 隱藏在地底下的系統也將會非常複雜 配合北側的第三跑道工程 桃園機場新增用地達到581公頃 這個數字大於松山機場跟小港機場 總和的480公頃 那麼大片的土地 當然不是純作為跑道用途 裡面有不小的範圍是要用來興建衛星廊廳 可以提供至少89個廳機位 而加上這些空間之後 第三航廈的容量也將來到每年4500萬人次 超過目前第一跟第二航廈的總和 因此需要額外興建一條地下的軌道系統 來聯絡第三航廈的本體跟衛星廊廳 這次就讓我們跟隨工程人員的腳步 一起進入到第三航廈的工區吧 那我們進來這邊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工程 往上斜走上去左手邊這邊 其實就是剛剛看到的 北當機廊廳的路側物這一項 那整個裝購都好了 現在就開始裝兩側的這個紋墓 被穿了之後開始裝維墓 裝了維墓之後屋頂也好之後就會斷水 裡面就會開始做一些建築裝修 跟積電工程的工作 北色目前比較多的跨越橋 這一個是DM08 其實它是一個管道橋 西色那邊有一個能源中心 它有很多冰水啊 或者是power啊 電力公路 它其實都是走管道 走共同管道過來之後 就經過這個管道橋 就可以進入主航廈 其實來到這個景品 那現在因為它是 整個帶左航廈最重要的物料動員廠 所以可以看到有蠻多的乾垢 鋼青啊 這些原物料都在這邊要往上運 那下車的時候可以從這個角度 先拍一下整個 這個兩個 可能是撞向的整個屋頂向 其實這個角度也是蠻特別的一個角度 因為整個 這是東西向 其實是整個左航下它的長向 那上面看到這個大龍骨 看起來有點像 兩條飛龍往上昂首的感覺 這兩個其實是將來整個大屋頂的主龍骨 三樓以下是一個SRC的結構 三樓以上其實是主要動作 那主要動作可以創造出很多高挑 比較大規模大滑徑 它一個滑徑 短向的滑徑的長懷 滑徑其實就是72 滑徑它會短一點 54 那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短向 短而長 長向 短而短 因為 有很多的四行架 它都要跨在 短向的左行架上面 所以它承重更多 所以它是用54 但是54也很大 一般我們在建築物 我們辦公大樓去建築物 很多都是在45到45米左右的一個住居 那這邊的住居標準 底下樓下的住居是9米一個住居 因為它可以創造整個大家 來到回到國家的時候 國家一個很高爽的大天雲間 建築師其實他很用心觀察之後 他還觀察到台灣一個特色 台灣有所謂的雲海 如果上阿里山都會看到 本身這樣一個小元件 其實它是白色 可是它靠外側的燈光來照 在內部的地方 它也是跟整個照目器網結合 一下往下照是正常的照目 往上它設計的壓盡 就是三色光 三色光不相同 就可以變化出各種色 所以它打在這個白色的小元件上面 就像雲海被藍人管轄 或者是成光的樣子 欸其實這邊看得到欸 他們遠方有那個玻璃帷幕出來 我還蠻喜歡他整個三行下 他說他入境要規劃在四樓 那我覺得這個動境規劃很好 他說台灣有個職務叫做龍樹 龍樹它有個特色 它會越長越大有很多氣根 然後腳一站得很足 我還很穩 建築師來了之後 其實他也看到台灣的龍樹的生命力 所以它的這個居住的形狀 就是用異象形的 用鋼構去展現龍樹那種的異象 報道就在這裡 在東方靠東側這邊 然後報道完之後 就開始入關動作 過檢查掃 然後到側邊 或者是到兩邊的登記廊的那邊 然後這邊上面等於是 上面那邊是韓國式的貴壁室 是 三階一個 但是你能不能自然到哪個任務 那我們就慢慢走 會走到一區的地方 還需要時間 每切商店區 那多功能大樓裡面到時候會有免稅商店區嗎 那時候在BOD 再看那怎麼去看BOD怎麼改化 OK 我們有幾個運輸的旅客系統 Alpha APM跟PMS 那它整個這是月台區的地方 就在一樓的地方 那旅客從遠端機品過來 或者是做正常從一行二行 做過來的旅客 工程機車可以到這邊到達 要去等出境 或者是要入境都可以使用得到 那這就是月台的 現在一條一條的部分 其實就是月台的底下的月台牆 那上面將來會蓋月台 那裡面就有很多這些軌道車 或者是現在用智慧型的電動巴士 已經目前是朝這樣會繼續蓋 這邊是小飛機的機品 這樣子還是大 對啊 但是所以說小飛機 他們到時候就是走這一條 對 通常就是剛剛前階的 因為這裡其實它在航高 有時候就是 它這裡其實還是有航高的限制 那為了要讓整個比較的出境 形成最舒服的感覺 所以它是把空間保留在這邊 那比較短暫的 這種小型飛機的地方 它稍微高度比較沒那麼高一點的 飛機大概就是 其實還是從門街去買 然後再上到兩側的 四樓的地方下去 等裝修起來不會感覺那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看建築物的時候 因為它大卡進來 所以它的兩樣看起來都很大 你就會感覺它 為什麼剩下的空間 可是事實上 比我們人的高度還蠻高的 而且它這裡的天花 它不是像一般大樓這樣 整塊貼頂的 它其實是一個叫Hero天花 除了突進大廳 剛剛說雲狀天花 它在後期四裡是所謂的Hero天花 是一個類似長條的一個 圓盤狀的東西 裡面把燈光 把廣播系統 把空調系統 把灑水系統 整在一起 那也是半路空 那上面的整個天花板 它就是踩 星光的區塊 就是把它塗黑 所以整個空間看起來會更大 因為它可以穿透 你知道嗎 七月中旬的戶外 熱的跟烤箱一樣 可以充分感受到 聖夏烈日之下 施工真的是非常艱辛 相當敬佩 現場這些 每天都超過1500位作業的勞工朋友們 離開的時候 工程斯德海分享了一線趨勢 因為門禁採用人臉辨識 原先以為系統只要建置 1萬組就夠用 後來因為工程被切分成13個標案 施工人員超過了這個數字 所以現在已經擴充到了5萬組 也期望後續的工程都能夠順利進行 讓明年可以正式啟用北登基狼廳 到了2027年時 整個第三行下主體 都能夠以嶄新的姿態 來迎接往返國際的旅人們 旁邊的旅人們 出阶 旁邊的旅人們 出阶